我是南家詠 第一次接觸舞蹈的時候應該是16歲 那年中四的暑假和表姐無無聊聊想找些東西學一下 因為我們想學那種舞就是演唱會和電視經常見到那些舞 我媽媽就說你們想學那種應該叫做著士舞 我們就不理了就報了現代舞班 好囉 我上第一課的時候不穿鞋 播的音樂我們是數不到的 更加知道原來媽媽說的東西是沒錯的 然後就真的報了著士舞 正正經經經學了我們想學的舞蹈 跳了四年然後就一起考了去演藝學院 我那時候很好運 在year one的時候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教我現代舞 令我對現代舞都真的產生了興趣 所以我就決定轉現代舞繼續跳 我想我是讀到APA的year two的時候 發覺自己開始喜歡編舞 當時教一些編舞功課 我非常享受當中的過程 因為覺得和平時上技巧課得到的滿足感非常之不同 自由度是大很多 畢業的時候我編了第一個作品 叫做左撇子 左撇子這個作品其實由我自己出發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左腰 希望在這個作品裡講一下 這些少數群族的心聲 我都慶幸自己跳了這麼久 身體都未算是很多大的傷 最厲害的其實都是條頸 我經常說這兩條是青馬大橋 我條頸很緊的很硬 試過有一次最深刻的是要跳一個獨舞演出 我條頸又卡住了又拉住了 程度是去到我做這個左右另的動作 這麼小的動作我都做不到 我勉強去跳了 更加嚴重 好記得入完台走回家那一晚 我是走一步路都很痛 因為我每踏一步 我的肩膀傳送到頸椎的時候 都是有感覺的 那些痛是走一步痛一下 走一步痛一下 那次真的很厲害 很深刻 永遠都不會忘記 帶我回到海岸 很冷和柔軟的陽光 在畢業之後那幾年 主要都是以 Freelancer 工作為主 中間也試過入舞團 做Part-time Dancer 合作的 最開心的是在舞團裡面 我認識了很多不同媒體的人 不同界別的藝術家 我發覺以前的我 是比較少留意這些設計師的 其實正正是 除了舞蹈自己本身之外 其實這幾樣東西 它是非常之 對於舞蹈這麼美麗的東西有幫助 那自己一定要提高對他們的意識 你才會更加幫舞蹈表達到 他想表達的東西 那對於自己編舞的方向 其實一向都是以純肢體 或者比較視覺性的東西 那接下來自己想編一些 例如跟一些多媒體的東西合作 影片、裝置 其實自己比較少做這些 那接下來也想試一下這些挑戰 過去這幾年都編過不少的作品 長編、短編、合編、合跳、讀舞都試過 就是未試過一個人擔當編舞這個角色去編唱編作品 那接下來14年的9月就會做這件事 那都緊張又興奮的 其實我們這一輩的編舞和舞者都很幸運 其實已經很多周圍都是很多機會 讓我們嘗試去創作和演出 那都會提醒自己保持著創作上的野心 還有盡量不要做一些太過安全或者太穩陣的事 那很沉悶的嘛